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男女单独出去 买单是男生该有的基本礼貌 一名女网友近日在脸书抱怨 认为吃饭男生付钱是基本礼貌 想不到最近跟一名男网友吃火锅时 对方居然跟他开口要钱 还算到个位数 让他傻眼 天啊 这种个位数也要跟我算得很清楚 我就知道这个男生以后相处起来一定很小气 引起网友热议 该名女网友在脸书号被男友说 从小到大跟男生单独吃饭都不会自己掏钱 只要对方结了账 不跟我要吃饭前 就觉得这男生很OK 但最近跟一名男网友去吃火锅 顺利吃完饭后去了厕所 让男生相结账 为了对方近开口 你的是423元 令他当场傻眼 他也表示 虽然男生不一定要付账 可是也不可以太过小气 跟我收400元就算了 连23块都跟我要 这样很容易被女生瞧不起 网友纷纷纷在底下留言 你看不出来 他是不想认识你吗 如果这世界上没有男的 你就会饿死 傻眼 没看过想拿人好处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我出门都是 AA制 没有人义务要请客 男生的态度很正常 你以前的那些男生都介绍给我 我也想吃一轮免费的 10里进行 2014 2014 21 2014 2114